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者 不宜自行使用家用快筛试剂 应佩戴医用口罩 尽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 且勿搭乘大众运输 请注意 家用快筛试剂与实验室的核酸检验方法相比 敏感性、特异性较低 亦有伪扬性、伪因性 不可作为直接诊断新冠肺炎感染的依据 在非疫情热区使用快筛 也会有较高几率出现伪扬性的情形 民众可以到有取得贩卖业 医疗器材商许可执照的地点 如药妆店、医疗器材行、便利商店等 或药局购买 使用家用快筛试剂前 请详阅产品减负的使用说明书 并依说明书进行裁剪及操作 裁剪后若依照说明书示例 判断裁剪结果是阴性 仅代表裁剪当下收集的检体 没有侦测到病毒 不能代表安全无虞 请遵循疾病管制署防疫规范 做好个人防护 持续自我健康管理 并将用过的家用快筛试剂 及试剂棒 用塑胶袋、密封包好 以一般垃圾处理 若因说明书示例 判断裁剪结果是阳性 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者 请联系当地卫生局 或拨1922 医指示处理 非居家隔离且非居家检疫者 请戴好口罩 尽速至临近的社区裁剪院所检测 前往社区裁剪院所时 请勿搭乘大众运输 并请将用过的家用快筛试剂 以及试剂棒 用塑胶袋、密封包好 交给社区裁剪院所人员 后续处置请依防疫人员指示 对家用快筛试剂有疑问 可洽询原购买地点 或试剂业者询问